台湾是不是真有人卖熊掌宴呢 嘉义梅山巷的民宿餐厅业者林静修 被动物保护团体踢爆说 他疑似贩卖熊掌还推出熊掌宴 那么到昨天晚间 业者终于坦诚 他的确是有买卖熊掌 而警方也在民宿里面找到了两只熊掌 以及一只已经剥壳的穿山甲 跟一头台湾黑熊的标本 业者公称说 这个熊掌是他跟人买的 不过他没有杀熊 而所谓的熊掌宴 也是他向记者瞎掰的 嘉义县保育科人员 从林静修经营的民宿里 带回一头黑熊标本 而照片中还有一只马来熊的熊掌 和台湾黑熊的熊掌 以及一只已经剥了壳的穿山甲 被动保团体踢爆一次贩卖熊掌的林静修 夺了三天 二号晚间终于主动倒案 坦诚买卖熊掌 因为我做出我不开始做的事情 我来回不对 林静修公称 熊掌是一名陌生的男子 到他餐厅兜售的 但买了熊掌之后要做什么 是否真如外传所说 烹调熊掌宴 林静修依旧否认到底 不过两只熊掌究竟从何而来 会不会救世林静修饲养多年 在今年初死亡的马来熊皮皮 检浅也到匹匹被弃失的地点 瑞丰桥实地勘察 时间的关系 现场事实上没有留下太多的激增 买卖熊掌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动物保育法 得面对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和150万元的罚金 代价可不小 至于和台南蛇王黄国南是否有买卖或仲介关系 检方也要做进一步的厘清 民事新闻王静纯黄建宇 嘉一线报道